高速运转生铁轨紧密相连 里头是气象局新一代高速运算电脑 就搭载台积电7奈米晶片 而气象署表示 投入前瞻预算总金额15亿元 能预测到提前10天的台风天气变化 当然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解析度的提升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是预报时效的 目前能够提供的台风预报的相关资料是到7天 预期我们未来会提供10天的台风 早期的预报资料来提供相关单位来做参考 每天出门穿多穿少 甚至夏季每年备战台风都需要仰赖气候预报 而运算电脑提升 气象署表示速度是原先电脑运算的7倍 相当于4万6千多台桌上型电脑的运算量 而未来气象局也将投入人工智慧 训练期更要花不少时间 前期的训练其实还相当的复杂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相关的电脑设备 一方面是准备前期的训练的资料 当训练完了之后 它的应用就会变成非常的快速 也会跟公务总局或者是海的部分海气象 甚至既有已经有几十个机关购 可以维持原来的合作关系 政府跟社会的需求 我们会请气象署纳入来 而在全球五百大超级电脑排行榜中 这款第六代电脑就排名第69名 除了过往与民航局共享资讯 也将提供防灾水资源 以及农业相关研发单位使用 仍旧维持进一家资议中台北超过道